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门课其实本来已经录完了 但是其实我们这门课在学期中 曾经花了三个小时 讲过一个投资策略 叫做定期定值的投资策略 这个东西也是我现在在台湾市场上 用的一个主要的策略 或许我们也有必要把它录成影片 这样的话 以后只要有人再问我同样的问题的话 我就不用再解释了老半天了 事实上有交了眼神医商品这么多年了 很多人会问我说我的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在2011年之前 我的投资策略还蛮多样化的 而且也经历过一些散户 没有经历过的神奇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都没有在机构法人待过 所以会经历这些神奇的事情 所以说国际也都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但是在2011年之后 因为家庭成员 多了一个人 然后渐渐的又多了两个人 所以再没有力气再杀进杀出了 所以其实我从2011年之后 大概很多的策略就渐渐的没有在做了 转而就去做定期定值 那做之后才发现 其实还算不错 应该可以提供给一些同学或者是年轻人参考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可能年纪大了比较保守了 或者是以前大概该玩的也都玩过了 所以现在才叫人家做这么无聊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觉得人生真的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需要去做 真的没有必要在市场上杀进杀出的 何况杀进杀出之后真的90%以上的人比不杀进杀出还要更糟糕一点 所以你假如说你觉得不是那种武林奇才 还不是那种百中选一的那种武林奇才的话 那事实上真的没有必要去做常常进出的事情 那就照着我们这个方式来做呢 或许五年之后你就发现 你好像比身边的人的绩效好不少 可是其实你这五年赢得了很多人生之外的事情 所以或许我们既然课堂上有讲过了 那我也觉得还蛮适合推广给学生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录成影片吧 那当然呢 我也这边只是介绍而已啊 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去做这种事啊 所以它的好处呢 我大家都不会讲 他不会讲它的风险哦 那刚好呢 我们假如要拿数字的例子来做的话 刚好在去年2018年10月到现在呢 全球股市呢 好像跌幅比较惨重一点 所以我们假如拿最近的例子来算的话 那的确定期定值的表现都不是很好 那这样也好 就让大家知道说呢 其实没有一个策略是完美无缺的 任何策略都有它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用的data呢 刚好就是并且定值策略呢 可能会碰到断流的时候 所以算是一种警示吧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一张的题目 那第一个呢 就是什么东西叫做定期定值策略 那事实上呢 这个其实是一本书啦 是一本书喔 那假如说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本原文书 但是呢 我也知道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看原文书啦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会告诉你说 哪里有中文翻译本 好所以呢 其实它是应该是1991年 一个学者叫做Edison 他写的一本书 那叫做Value Average 它叫做定期定值投资策略 那这个书呢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它里面呢 几乎是现在大概最常用的一个词 叫做手把手 慢慢教你呢 到底该怎么去做 所以那看了之后 你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好 但是呢 当然英文书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看啦 所以呢 我们就看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中文书 那其实呢 它有一本中文书喔 那当然没有意外 一定就是 一定就是那个 黄宇出版社出版的 而且译者就是黄嘉宾先生 我觉得它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从很古老 就一直看着它的名字 一直在翻译书 那那现在我比较少看这种书了啦 那年轻的时候比较常看喔 所以我不晓得它现在是不是还在一直做翻译 但是它的确是蛮厉害的 翻译了非常非常多书 好 所以呢 假如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去看这本中文书啦 那当然图书馆一定都有这种书的 所以不需要真的去买 但是你就把它看一看 然后做一下它里面的内容呢 学到精髓就可以了啦 那其实呢 很多书大概就里面学到一两点重点 也就可以了 那至于有没有买它 或者是买之后把它丢到旁边去 那也就不用太在意了 那这本书呢 你只要看一看呢 照着里面做话 可能也是要花几个小时啦 不过呢 它的内容真的 讲完不到五分钟就讲完了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 不懂的时候呢 觉得好高升 然后呢 讲破之后呢 其实就不值半毛钱 好 都是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我们对话太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东西 叫做定期定值哦 那其实定期定值呢 它跟一般大家所听到的什么 定差定差 比如说定期定额啊 或者是呢 定期定谷啊 或者是呢 不定期不定额啊 或不定期不定谷啊 等等等等 反正呢 一大堆这种家族呢 那听了你都觉得 哦 实在是有够烦呢 但是呢 它跟这些家族 最大的差别 就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呢 一般的定期定额 或者是定期定谷呢 其实它就一直叫你买 一直叫你买 一直叫你买 然后你也不知道 终点在什么地方嘛 不知道买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结束 似乎就看不见终点 那当然呢 一般的业者 一定很希望你一直买啊 因为你一直买的话呢 那它的基金规模就会越大 所以呢 它就可以赚比较多的管理 费用等等 那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子 不能这样子 一直怀疑人家的好意啦 好 那但是呢 定期定值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其实它是一种目标的追踪法 它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呢 它会叫你呢 先设未来的一个目标 例如说呢 你假如现在决定了10年之后 那我们就等一下 我们要做的例子来看 就是说你假如7万10年之后呢 你有100万美金好了 那等一下我会举国外的ETF的例子来看哦 所以呢 我们就说你想要有100万美金好了 然后呢 你就决定了每月投入 每月投入 而且呢 你是期初就投入的 那其实很多的投资呢 都是期初投入啦 为什么 因为呢 就像你买保险一样 你说你去买个6年期的 什么什么定期限之类的 然后呢 你也有一定告诉你说 好那你要缴6次 那什么时候缴呢 当然就是现在就要缴啊 对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叫做期初投入 那这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呢 每月投入 跟期初投入呢 这个并不代表说 每月的第一天要投入啦 我们所谓的期初投入是在那个 投资学里面呢 我们通常就会把那种时间点呢 就把它画出来 例如说第零期啊 第一期啊 第二期等等 那什么叫期初投入呢 其实它是讲说 你都是呢 在每一期的期初投入 例如说我们就从第一期的期初开始 然后第一期的期初投入 第二期的期初投入 那实际上呢 期初投入呢 第一期的期初投入 其实就是 第零期的期末投入的意思啦 所以呢 我们事实上 我们所谓的期初投入 只是说我们这个期间 第零期第一期第二期 然后在每期的期初投入 并不一定代表说 你一定是要在 每个月的一号投入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你可以每月投入 但是事实上你还是在月底投入 然后呢 这个东西还是叫做期初投入哦 好所以呢 就像我们等一下要举个例子哦 假设呢 你就是要投这个十年 然后呢 你就是每个月底投入 例如做比较清楚一点好了 你假如是每个月底投入 但是事实上也是期初投入 所以呢 说出来呢 就是你在第零期期末 也就是第一期期初投入 然后呢 第一期的期末 第二期的期末 然后一直投入 一直投入 我好像画错了 因为呢 就财务的习惯来讲呢 投入应该是现金流出哦 所以就是会往下画 所以呢 就是说你在第一期的期初 也就是第零期的期末投入 然后呢 第二期的期初 也就是第一期的期末投入 然后呢 这样子一直投入 一直投入 投入到第119年的期末 也就是第120年的期初 那这样的话呢 你总共就投入了120次哦 投入了120次 然后呢 最后你希望呢 你会有美金100万 100万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叫做期初投入啦 那期初投入 我们刚刚讲过 不一定是指 每个月的月初要投入 这事实上 你可以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某一天 就定期的投入 但是你还是 叫做期初投入啊 只要你现在就开始投的话 例如说呢 我就是每个月的月底要开始投 但是呢 我就是1月底 例如2009年1月底 我都要开始投 然后1月底也就是我 做的一个策略 刚开始的日期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日期的时候 你就开始投入第119之间 这个东西都叫做期初投入 那不一定代表说 你一定是在每个月的月初投入啊 你可以在每个月的 固定的某一天去投入 但是你还是叫做期初投入 因为呢 你这个策略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开始丢进去第1笔钱 那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期初投入 这个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那通常呢 你在买保险或者是在做投资呢 其实都是 都是期初投入的啦 好 那当然呢 另外一种一定是期末投入 期末投入我们这边就不讲 因为期初 投资的时候通常不会是期末投入 那期末投入你可以想象呢 就是这一些现金流量呢 全部往后一期 所以你还是投入120次 只是最后一次投入的时候 刚好就希望有100万的本金哦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假设呢 你就是 每个月底呢 要投入 而且你是 测对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就投入 第一笔哦 好那我们就假设呢 我们就选了一个ETF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年报酬率呢 是8% 年报酬率8% 好所以呢 今天你讲 我每个月呢 要投入的钱是一样的话 事实上呢 你就可以把这条权益的曲线呢 就用Excel算出来 那这个是做得到的事情啦 这是财经系的 学生一定要会的事情 就是做一个普通的年金 就是一个年金金额 然后呢 你就是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然后累积到到期的时候 你整个这个基金的规模 到底会多少 这个是财经系的同学 一定要会做的 所以呢 其实这条权益曲线 是可以画出来的 好所以呢 假设你就是画出这条线之后 然后呢 你就是在什么 你就是在第零期的期末呢 就开始投入一笔钱 然后第一期的期末呢 开始投入一笔钱 第二期的期末开始投入一笔钱 到第119期的期末 那你呢 都是必须要投钱进去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假设呢 你在第零期的时候呢 那你就投入一笔钱 所以你就在这条线上面了 那假设第一期呢 之后 结果发现在这一期里面呢 那股价跌得很惨 跌得很惨 所以呢 今天本来就是要定值 所谓定值就是呢 你希望你的权益曲线 就是沿着这条线前进 然后你就定期投入钱 所以什么东西叫做定期定值呢 定期当然是很好了解的 就是每个固定的时间就丢钱进去 这个东西就叫做定期 那定值是什么呢 定值就是说 我们今天呢 先把一条权益曲线给画出来 然后我们希望呢 每一期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权益 就调整到这条曲线上面 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定值 所以定期定值的意思就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 假如过了一起之后 结果你买的ETF大跌 哇 那本来呢 你是 你是希望它涨的 结果呢 它竟然大跌 所以呢 你的权益搞不好就在这一点 然后呢 我们就说 嗯 一个月之后 我们希望我们的权益呢 可以到达黑色这一点 所以呢 你怎么办 你不够的钱怎么办 那当然就补钱进去啊 就把钱丢进去了 好 所以呢 第一个月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又回到这条线上面 好 那假设呢 嗯 下一个月呢 那股市表现得很好 所以呢 涨非常多 所以你的权益曲线呢 你的权益点呢 就在这条黑色的线上面 但是呢 我们第二期的时候 就希望呢 你的权益曲线 还是要回到这条黑色的线 可是呢 这个月只要涨太多了嘛 所以 你现在已经跑到这条线上面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卖掉一些股票 你就卖掉一些股票 那同样的呢 那假如说又过了一起之后 股市跌得很惨 结果呢 你的权益呢 又掉到这里了 结果呢 我们第三个月之后 希望你还是回到这条黑色的线上面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你就再丢钱进去吧 好 所以呢 其实所谓的定值就是呢 我们把钱丢进去之后 然后到下一期的时候 你总是会发现说 你的真正的权益数 是不是有在这条黑色的线上面 那其实通常 不会在这条黑色的线上面 因为不会那么刚好说 这一期 这个ETF它的走势 就刚好就跟你所预期的年报酬率是一样的 通常不会那么凑巧 一定会差一点点 一定会差一点点 但是呢 你就是每一期去调整 那假如说呢 你的权益数呢 掉到这条曲线下面 你就再多丢点钱进去吧 那假如说你的权益数呢 已经跑到这条线上面的话 那你就卖掉一些股票吧 好 所以呢 就是每一期 每一期呢 就希望 就把你的那个权益数呢 就把它调整到 这条黑色的线上面 好 那理论上呢 假如说最后一期 最后一期哦 假如最后一期呢 这个报酬率呢 真的就如你刚开始所设定的 这个ETF的报酬率的话 那例如说呢 我们这边是每月投入一次嘛 但是我们这ETF呢 是年报酬率8% 所以呢 每个月呢 应该就是8%除以12的报酬率 那假如说呢 最后一期呢 这个月报酬率真的就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可以呢 保证你的权益数就会回到 就会到达100万了 但是呢 假如说最后一个月呢 这个月报酬率呢 大概这个值的话 那权益数呢 当然就会大于100万 那假如最后一个月呢 的报酬率小这个值的话 那你的权益数呢 就会小100万 所以呢 最后会不会到达100万 其实完全看最后一期 那这个这期的报酬率呢 是不是如你当初所预期的那个样子 那当然呢 假如说不是的话 那最后金额呢 还是不会到100万 但是呢 假如说最后一期的报酬率呢 跟你当初所预测的差不多 其实就会很接近100万 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定期定值的概念 那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觉得说 咦 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一种凹单的做法 真的没有错 它就是一种凹单的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就发现跌越多你就买越多 涨越多呢 你就买比较少一点 甚至呢 你还可以卖出去 所以这真的就是一种凹单的做法 那你们假如看过很多那种投资的书呢 那大家都会告诉你说 哎呀 你要以趋势为伍啊 那不要跟市场做对啊等等啊 但是呢 老实说有时候跟市场做对也不是不好 但是你必须要慎选标的 假如说你今天呢 选的就是股价指数的话 就是股价指数 而不要去选这股 你就是选股价指数 然后你把期间拉长一点 例如说你就是拉个5年以上 5年以上的话 那其实呢 凹单并不见得不好 说真的 就并不见得不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老实说 我看过非常多的投资策略 那现在呢 年纪也已经到了100人一半了 所以我看过很多的策略 我觉得真的能够 比较顿古不变的策略 真的就是 你就相信人类的经济 长期来讲是会成长的 这个是我觉得几十年来呢 可能都比较不会被违反的原则 那其他的什么指标交叉 然后怎么看见什么东西突破 之类的 那个东西呢 我觉得短期之内的杂叙都很多 甚至长期来讲 都很有可能会是失效的 但是呢 我觉得唯一比较不可能失效的 真的就是 你就相信人类的经济 长期来讲 平均而言 是比较可能会一直成长的 那既然呢 都比较可能会一直成长的话 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 其实股价指数呢 就长期来看呢 基本上趋势都是往善的 那这个是我现在比较相信的一个原则 那剩下很多什么指标的什么什么原则 我现在都渐渐不大相信 那当然你还是可以说我年纪大了 我清态比较老了 那的确也没有错啦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理解这一点的话 可以赢回人生很多精彩的部分 那当然呢 我教这种方式也比较安心一点 那因为毕竟不是教学生说你就是短一短出 然后可能几年之后就爆掉了 我还可能会被学生追杀 那像这种东西呢 即使经济十几年来都没有成长 那也是要是几年之后才会 你才会发现说被老师骗啦 那之后呢 可能我早就已经不见了 开玩笑啦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种方式呢 可能长期来讲呢 或许会 会 会比较 会比较维持 长期实现的可能 就是说人类的经济呢 就长期来讲 还是会持续的成长 那我觉得这句话呢 比较有可能会长期来讲 大部分时间都是有效的 都是有效的 所以呢 就说你今天假如凹的东西是指数的话 那凹单我觉得并不见得不好 因为呢 我们看全世界的股价指数 每个股价股价指数呢 那市场基本上就是长期来讲都是往上的 但是呢 你当然可以举一个最奇怪的例子 就是日本 它可能有失落三十年 那我也不否认啦 但是假如说你真的很害怕一个国家的风险的话 那你就去买地区型的ETF嘛 那假如说你真的很害怕一个地区的风险的话 那就去买全球型的股票ETF嘛 那你买全球型股票ETF你还怕什么呢 其实你只要怕可能火星人会打过来啊 因为你的承受就是地球风险啊 那你假如说你真的就是要投资股权的话 那老实说在地球上也没有办法做到更好的 除非你多空都想做 但是多空都想做的话 这十年呢很多避险基金死了死逃了逃啊 就是多空在那边杀来杀去 然后呢 反而呢买进持有的其实是比较最大的赢家啊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多头十年人人都是独身 那我也不反对啊 总而言之这种东西就是一种信仰 那你相信它你就相信它 那你不相信它呢 其实也不一定要相信 不然你就把你的资金分两部分来做看看 做个几年 那看看呢你自己操作比较好还是这个方式比较好 其实也都是可以的啦 所以这东西没有什么对错 真的就是靠大家自己去 自己去 自己去 看要不要接受这种信仰 那我记得以前念三明主义好像是说 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东西就是一种信仰就是一种力量等等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所以呢我们说其实定期定值呢 它的概念就是一种 凹丹的行为哦 基本上就是跌越多买越多 涨越多买越少甚至就可以卖出哦 所以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加码汤品 密室凹丹的策略 换句话说呢 有一句话叫做本多终胜 那的确有它的道理啦 就是说你本多本来呢 胜率就会比较大一点 当然呢我们还是看到很多人本多 还是死得很惨啦 但是不可否认的本比较多的话 那活下来的几率或许比较大 或许比较大 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out-down行为 它跟你一般所听见的顺势操作 或许不大一样 但是呢我们就说你只要胜选标的的话 然后把期间拉长一点 那或许呢就长期来讲 然后你又相信人类的经济基本上是会长期成长的话 那其实这种方式呢似乎都还不错 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东西呢 你要做的话大概就选ETF来做 那当然现在ETF呢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 有些呢根本就已经是变了策略型的ETF 甚至有往上ETF等等 那你就选那种最单纯最干净的最广基型的 然后呢的ETF来做 例如说S&P500 例如说在台湾就选0050来做吧 那你就选ETF来做 然后呢就把期间拉长一点 假如说你期间可以拉长到经过一个景气的循环的话 那老实说这个ETF呢 的IR算出来呢 都会比买进持有大概平均来讲会高 差不多一个百分比左右 但是呢我们下面有个题目告诉你说 解释IR这个数字是要很小心的 那它跟真的买进持有的报酬率 其实数字上的概念还是有一点小小差距 但是呢就实证来看呢 这个东西假如长期就这样做下来的话 平均来说不一定每次都会有好的结果啦 但是假如一直重复做就重复做就重复做 平均来讲呢大概会比买进持有的报酬率 也就是说这个策略的IR面部报酬率呢 大概会比买进持有的报酬率呢大概多百分之一左右 那你就可以想象说嗯没有错啊 直接上来想就很正确为什么 因为呢 你跌越多就买越多 涨越多就买得少一点 所以基本上你的成本就比较有可能会被压低哦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你最后算出来的内部报酬率就有可能比买进持有的报酬率呢多那么的一点点啊 好这个事实上呢就是进期定值它的概念哦 结果呢我说只要讲5分钟就好了 竟然呢其实也讲了23分钟 好吧那废话太多了 好吧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题哦 它说呢你认为呢 定期定值策略有何其独特的风险 有何其独特的风险 好那嗯 事实上呢很多策略都有很多共同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不讲那些共同的风险了 那定期定值策略到底有什么关于它独特的风险呢 那第一个风险呢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奥单的行为 所以跌越多你就必须要买越多 然后呢你就发现说 嗯 假如呢 你该丢很多钱进去的时候 然后你就竟然没有钱的话 那这整个机制就垮掉了 所以 嗯 其实你在舍目要进的时候呢 尽量还是要保守一点 还是要保守一点 不要设个太 了不可及的目标 结果呢 啊 玩到一半 结果 啊 你工作没了 然后你也缴不出钱了 这个机制就垮掉了 所以当然呢 网路上就会有很多的人就说 哎呀 这种东西呢都是 啊 军工教材适合做啊 然后呢 因为我们呢 就是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啊 就好像是买了固定收益债券一样 每个月就一定有固定的薪水 所以我们就特别适合做这种东西啊 然后呢 一般人呢 假如没有固定的薪资的话呢 啊 还是转进来就比较好 那呢 要这样讲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啊 反正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化社会 然后 投资本来就是一种信仰的事情啊 但是 嗯 我只告诉你说 第一个这个策略呢 嗯 很独特的风险就是 你假如呢 操作期间资金佣金的话 那就很可怕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 跌越多买越多 然后就说 这时候 跌很多的时候 刚好我也没钱了 那就毁了 那就毁了 所以呢 这是这个策略呢 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风险 那当然呢 还有第二个 我觉得很大的风险就是呢 嗯 其实你今天呢 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可能呢 ETF的价格呢 就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那假如说呢 你投资期间快到期的时候呢 ETF的价格大幅下降的话 那就是这个策略最大的噩梦 最大的噩梦 因为呢 你想看看 其实这个策略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刚进行的时候 那这个ETF就大跌 那真的呢 就是 平常烧香拜佛杀的有够多了 因为呢 你假如说 早期的时候进去 这个ETF就大跌 你就可以在很早的时候 就买了一缸子的ETF 那只要它最后呢 有涨上去的话 那事实上呢 你的效果就还不错了 可是呢 假如说 如果已经到最后一两期的时候 这个ETF才大跌的话 那会死得很惨 因为呢 你可以累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然后呢 你可能只剩下一期的时间 可以让你累积到100万 结果呢 最后 可能一两期的时候 ETF就大跌 那你可能就要丢入很多的资金进去 就会让你的报酬率呢 大幅的下跌 那甚至呢 可能最后一期呢 这ETF还是大跌的 那你就会死得很惨 所以呢 这个大概是 定期定值呢 第二个很大的噩梦 就是你 投资期间快结束的时候 ETF呢 竟然就大跌了 那的确是一件很棘手的问题 当然呢 原文的书 他有讲说 那或许可以该怎么做 但是呢 其实我也有自己的做法 所以这个 等一下在下面的题目呢 也会讲到 那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 什么标准答案 那你可以去思考看看 假如是你的话 那你该怎么做 那他有什么 他还有没有什么风险呢 或许其他风险就比较小一点 例如说 假如说这个标的股票呢 在你 投资期间已经到了 结果还是继续涨上去的话 那这怎么办呢 那这个就是你就会少赚了 因为呢 基本上 其实也不一定要投资期间结束标的涨 假如说呢 这个投资期间快结束的时候 标的一直涨 一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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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呢 你就可以有可能会少赚 因为呢 毕竟我们的目标还是一个固定的金额 所以假如说最后几行呢 这标的大涨的话呢 他就叫你一直卖 一直卖 一直卖 结果卖了之后呢 他一直涨上去 那你就会少赚 那这个东西算不算风险呢 我觉得均然见识啦 顶多就是你手腕可能会很痛的风险 为什么手腕会很痛呢 因为你会一直二腕 二腕不底 二腕不底 那手腕这样一直压 一直压 当然就会很痛啊 所以呢 我觉得顶多就是手腕会很痛的风险 这个也还好 也还好 因为呢 今天大培跟少赚 那你会觉得少赚 基本上也还好 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风险 那他还以往什么风险呢 其实还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东西当作是一种 很无意识的东西哦 他还有很多很可怕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没有那么的严重 那总而言之呢 你要做之前呢 你还是要仔细思考 那不要听到有人这么讲 你就继续做下去 结果发现了困难重逢 因为基本上这是一个很无聊的方式 然后也短时间也看不见什么任何成果的 一个方式哦 但是你还是可以想看看啊 那你自己会操作的话 会比这个东西还好吗 那不然呢 更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就把你的资金分成两半 然后自己跟这个车内比赛一下 比赛看看 大概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即使有风险 但是它到底好不好呢 好 这就是呢 我们关于第二题的回答 所以我们解释了什么东西叫定体定值 我们也建议了就是用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广机型股票的ETF来做 然后呢不要用债券的ETF来做 因为债券ETF基本上就是缓慢的成长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好处 因为定期定值基本上还是要经过一个景气循环 还是希望呢在这一段期间之内 这个标的股呢有上下大波波动的可能性 那这样会比较好 假如说呢一个标的它就是一直缓慢的上涨 从来都没有什么下跌 例如说像货币性基金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些定值 就是刚开始就买去持有就好 那甚至呢有很多像什么汇率型的ETF 那个东西也不要去拿来做这种东西 因为基本上汇率它是两国之间的一个相对价格 那很难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相对另外一个国家一定就是一直往上都不会掉下来 据说好像只有瑞士法兰对美金 这过去60年来真的就是一路上涨 不然呢其实汇率真的上涨下下 那其实成长性也不是很大 那也不是要适合用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就是拿一个最单纯的股价指数型的ETF 然后呢就把它做个5年到10年 那当然的话呢或许就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或许啦 那这个东西都没有人敢打包票的 所以只是即使死掉也会死的比较慢就是 好 这个就是我们关于前两题的回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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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